来有多少副雪板 一二三四五副雪板 是他们的成绩 再来问一下我们Bingo多这边 有几副雪板 一两副三副 只有三副雪板 那按照我们比赛规则 本来最后的获胜方是 Tricko Day 那这样呢 在后面的正式的比赛当中 他们会获得关键性的优势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键性的优势呢 我们在比赛现场为各位揭晓 游戏结束后 贴西的节目组 为大家准备了精美 而又营养丰富的沙拉大餐 一整天的训练挑战跟游戏 大家太辛苦了 那总国民伤的 燕庄这么有特别暖心的 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 沙拉大餐 那这个是我的菜 各自在调制这个沙拉菜的时候呢 我们有个小小的比拼 我就说话没那么简单 输掉的那一方 你们要接受一个小小的惩罚 你们的对手 要现场给你们调制 一盘黑暗的料理的 头中的当我们一血 一血 一血 一血前尺的时候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输 因为他们那边有个姓沙的呀 三二一 开始 直观上看啊 两盘这个沙拉塔 感觉是不相上下 但是比赛是严肃的 结果是认真的 跟这个评论对于谈到啊 这还能端盘子的呀 别动 别动 这个已经没有选项了 对吧 这个画面自己就会说话了 按照我们菜签的约定 你们要接受一个小小的 有爱的沙拉 我们照顾一下女生 问一下那个 洪珍喜欢吃甜的 还是喜欢吃咸的 喜欢吃辣的 喜欢吃辣的 是不是这里没有甜的 甜的 甜的 OK 甜的 好 这不是甜的吗 好漂亮的 这是沙拉酱 宝贝 您是不是很喜欢吃辣的 对啊 我最近上个活 想吃点吃辣的 那 来 来 你放下点吃辣油 你放这么多油赢 宝哥全放你了 对 你们看啊 李提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还能闻吗 闻起来 OK OK 帅强 好 李提姐 亲自喂她们 对吧 那你宝贝 来 好酷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吗 你的脸更红了 你的脸更红了 哈哈哈哈